哈巴谷是犹大国晚期的先知 他写作的年代大概是主前的605年 距离犹大国的灭亡只剩19年 犹大国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征服 与哈巴谷同期的先知有耶利米 然后有以西杰 哈巴谷书的一个特色就是 一般的先知书都是记载着神对他的子民的说话 但是哈巴谷书所记载的 却是哈巴谷与神之间的一段对话 哈巴谷问了神一堆问题 神怎样来答复哈巴谷呢 为什么哈巴谷要问神问题呢 因为哈巴谷是一个活在不宜的社会当中 极少数仍然相信有公义的人 哈巴谷是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面 极少数仍然倚靠上帝 是期待着神会拯救的人 这一类人在一个不义和邪恶的世界当中 是买少见少的 因为他们必定会受到双重的打击 第一重的打击 当然就是他们会被多数人去欺负 去嘲笑 哪里还有人在今时今日 还仍然坚持着什么真理 什么良善 什么公正 你是不是从火星来的 第二重打击 就是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经历失望 神仿佛是没有听到他们的祷告 所以他们会对神的期望 是不断地落空 所以哈巴谷对神有两个投诉 第一个的投诉 在第一章第二节 他说 耶和华 我懇求你 你不谁听 要到何时呢 How long shall I cry for help and you will not answer you will not hear How long 意味着一件事 就是先知其实已经等了很久 其实已经呼求了很多次了 但神为什么会听不到 神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呢 哈巴谷呼求上帝的是什么 就是我向你呼叫有狂暴的事 你却不拯救 强暴 Violence 不知从何时开始 以色列这一答案 按着神律法所管治的地方 竟然沦为了一个由恶人用强暴来统治的地方 有权的人可以摆布一些弱势的人 有钱人剥削一些穷人 有地位的人欺压一些草根阶层 恶人就可以横行霸道 良善的人就被一个一个这样灭声 到底公义去了哪儿? 正直去了哪儿? 良善去了哪儿? 真理去了哪儿? 到底神去了哪儿? 这是哈巴谷的第一个投诉 他第二个投诉就是 你为什么叫我看见恶行 但是有奸恶的事 你却见而不理呢? 先知见到一个充满着不宜的世界 但是神就仿佛见不到 先知对神的责问就是 到底是你盲了? 还是你大近视? 为什么你会视而不见、见而不理? 神为什么会容忍罪恶? 为什么你会见死不救呢?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 纷争和商斗常常都发生 留心了 强暴这个字violence 第二次出现了 这是哈巴谷书的主题 他不断地向神提出同一个抗议 因此律法不能生效 The law is paralyzed 律法瘫痪了 公理无法彰显 因为恶人把异人包围 所以公理颠倒 错变成了对 假变成了真 曲都可以扭到直 强权变了真理 武力判断是非 金钱和权势互相勾结 垄断所有的公理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世界? 你有没有试过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 试问有多少人 仍然会坚持要做一个公义、正直和有良知的人? 有多少人仍然会拒绝同流合污? 有多少人仍然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公义的主? 有多少人仍然会不断地向天呼求? 有多少人仍然会耐心等候神的拯救? 哈巴谷问我恳求你 你不谁听要到何时? 我向你呼求说 有狂暴的事你不拯救 有奸恶的事你见而不理 因此律法坦汶 公理无法彰显 恶人将异人包围 公理颠倒 想不到神今次竟然有回应 神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当看列国 要定征观看 就会大大惊奇 说清楚 现在到底是我大近视? 还是你发鸡猛?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 我要作一件事 即使有人说出来 你们也不会相信 你猜猜神会做什么事? 是否神会兴起一个 兴起那些好人来对抗那些恶人? 还是他会降下大灾祸 去呈焚那些恶人? 还是他会派一个好皇帝来 改革朝政率领人民 重归耶和华? 还是他会派摩西来 派以利亚来 派尼塞亚来 还是三个一起来 复兴以色列国 建立一个永远由神管治的国度? 我相信让你多估计十次 你也不会估计到即将要发生的事 神说 我要兴起加勒底人 那残忍、恐怖的民族 他们片行全地 占领别人的家园 他们恐怖可怕 自以为意 指高气阳 加勒底人 即是巴比伦人 巴比隆人 大家知不知道巴比伦人最出名是什么? 就是凶残 They are violent 他们东征西土 遍行全地 所有的邻国都将会无一行面 包括犹大 包括以东 曾经显黑一时的亚术 甚至南方的埃及 所有的民族都会被巴比伦所征服 巴比伦会成为世上独一的霸主 巴比伦自以为意 他们不需要什么律法 凶残就是他们的律法 他们的马比炮更快 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他们的骑兵奔驰 致远而来 他们鱼鹰飞翔 迅速吞逝 巴比伦的军队所到之处 所向披靡 不论人或物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掠夺 或者被摧毁 耶利米先知 曾经这样形容过 有一段对巴比伦人的论述 我觉得我一定要读一次给你听 耶利米这样来到去预告 他说 神话 我必使一国从远方来攻击你们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巴比伦人 巴比伦人必吞灭你们的庄价 和一切的粮食 吞灭你们的儿女 你们的羊群、牛群 以及你们的葡萄和毛花果 他们必用刀剑摧毁你们所倚仗的坚固性 弟兄姊妹 那请问还剩下什么? 如果修成没了 粮食没了 儿女没了 生畜没了 葡萄园没了 家里没了 城池没了 我想问还有什么? 就是得贱命一条 他们定着念面 齐来行步 They all come for violence 老恶的战夫多如陈沙 在巴比伦人的战争机器游论之下 人命根本不值任何的价值 要么你就被残忍地杀死 要么你就被老恶成为奴隶 他们气弄君王 以掌权为笑柄 他们痴笑一切的城堡 竹旅公取 然后掃蕩如风吹过 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弃弄君王?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掃蕩如风吹过? 我读一段由大国亡国的历史片段给你听 你就会明白 在《列王记》下第25章 第3至第12节 记载了在哈巴谷书第19年之后 发生的事就是犹大怎样忙过 他这样说 4月9日 城里饥荒非常严重 甚至人民都断了粮食 城终于被攻破 所有的战士就在夜间逃跑出城 那时巴比伦人四面攻城 巴比伦的军队追赶犹大王西底加 在耶利哥的原野上把他追尚了 西底加的军队都离开他四散 巴比伦人把王琴住 把他戒到巴比伦王那里 他们在西底加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 并且把西底加的眼睛笼合 然后用铜链锁住他 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Imagine那幅图画就是 将你的众子排在你的面前 然后逐个逐个杀死在你面前 在你见到这幅眼前 是你人生最后一幅见到的图画 然后将你的眼睛画出来 然后锁住你 带你回去巴比伦 5月7日巴比伦人的护卫长 来到耶路撒冷 就放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皇宫 以及耶路撒冷一切的房屋 跟随护卫长的加勒底人全军 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至于城中盛下的人民 护卫长都老去 至于那地最贫穷的人 护卫长就将他们留下 去修理葡萄园和耕种的田地 大兄姊妹 这个就叫做素党 如风吹过 这个就是神给哈巴谷的异象 神说我不是听不到 我不是看不见 其实我一直都在做事 我要兴起巴比伦 来到审判犹大 这个就是我给你的答案 哈巴谷听到的反应就是 不是吧? 你说笑而已 耶路说我的神 你不是圣结的吗? 你不是耿鼓不变的吗? 这几句话 大家要当反话来听 你要懂得听才行 耶路说 你派巴比伦人来审判我们? 盘石你搞笑了 你找巴比伦人来懲罚我们? 神你玩东西吗? 于是哈巴谷第二次乡神来投诉 你的眼目纯洁 不看邪恶 不能坐视奸恶 为什么见行诡诈的人而不理呢? Why? 哈巴谷第二次问神 为什么? Why do you ideally look at traitors and remain silent? 你是不是盲了? 还是大近视看不到? 恶人吞灭给自己公义的人 你为什么针目呢? 我之前就和你投诉 在犹大国有狂暴的事 你现在说要派一个 被我们凶残多一千倍的民族 来惩罚我们? 我之前向你投诉 在犹大国律法瘫痪 攻你颠倒 你竟然说要派一个 完全没有律法 自以为以的巴比伦来吞灭我们? 我不明白 这个就是你的心意? 我不明白 你不要叫ISIS来占领美国 你不要叫北韩来统治东南亚 你不要叫俄罗斯 现在打赢了乌克兰之后 然后徽军去北极 然后入侵加拿大 这个就是你的心意? 犹大已经衰到贴地了 你要找一个再需多一千倍的民族 来审判他? 似乎你才是最不公义的人 因为你现在助纣为弱 神你为什麽针默? Why do you remain silent? 你回答我? 你告诉我到底为什麽? 我要站在沙江、立在城楼 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面前说什麽? 怎样使我答复自己的冤数? 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树立以朵 专心等候耶和华回应我的质讯 神这次有没有答复哈巴菊? 也有 耶和华回答我说 你把异像写下 哈巴菊 你先搞清楚 不是我看不见 是我要帮你看得见 将要發生什麽事 你清楚地记在泥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明白 不仅你要见到 你要留下一个很清晰的记录 让将来的人都可以见得到 我会怎样施行审判 因为这义仗 关乎一定的日期 很快就要实验 决不徒然 我要施行审判 无论是对着犹大 或者对着巴比伦也好 都有一个设定的日期 There is an appointed time 由我说给你听那一刻 他就必定会来到 不会说了之后就算数 中有慈然仍当等候 因为他一定会来到 绝不耽误 If it seems slow Wait for it It will surely come It will not delay 虽然 在所指定的日子来到之前 你会觉得很辛苦 你一定会问 为何神不拯救 为何公义不彰显 你以为 在犹大国的时候 恶人把二人包围 公理颠倒已经很委屈了 谁知跟着巴比伦大军压境 攻陷了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的奴隶 更屈辱过之前 当邪恶仿佛完全得胜 公义好象遭到强暴的时候 二人怎样可以传没下去 神给了哈巴谷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神没有答到他那个why的问题 神给了他那个how的答案 神在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说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然而二人必因他的信实得生 but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his faithfulness 在一个不断向邪恶陷堕的社会里面 在一个恶人越来越恶 良善的人被拘禁 被放逐被禁声的时代里面 二人保守自己 违靠每天选择去相信 神是没有改变的 神仍然是公义的 神仍然是圣结 祂仍然是满有权兵 满有能力 神仍然是良善 祂仍然是信实 是慈爱 是充满着恩典和怜悯 神不会忘记祂的子民 神不会撇弃他们 神是不会背信弃义的 二人每一日的生活 在每一个的场景 每一件事上 做每一个的决策 他仍然信靠上帝 二人必定会因为他们坚持相信 得以保存生命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his faithfulness 说完了二人要怎样等候他之后 神终于都被哈巴谷见到 最后他会怎样来审判巴比伦 神给哈巴谷先知 看到巴比伦的五个罪状 和五个的奏座 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够逐个逐个和大家解释 我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很快的summary 神对巴比伦的第一个控罪就是 以暴力来去抢掠和谋杀 濫得他人的财物 神的诅咒就是 有一日我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第二项的控罪就是 将强暴所得利的 用以壮大自己的权势 进一步去巩固自己的实力 包括科技、国防、军备、武器、监控、保安等等 神的诅咒就是 你所建立的一切 将会成为证据加重你的罪状 第三项的控罪 用奴隶的血汗来建造自己的花园城市 包括经济发展、基础建设、皇宫庙宇 神的咒作就是 这一切都即将归于无有 转眼成空 第四个控罪就是 有逼老获回来的人口 进行各种淫荡和羞耻的勾当 巴比伦 因为他有大量的奴隶 有很多娼妓 可以陪他们享乐 醉酒、荒宴、淫乱、窮奢极齿 神的咒作就是 我一定会将愤怒的杯传给你 叫你饱常羞辱 第五个控罪就是 敬拜偶像、以虚无的像 来取代真实的神 如是这一、二、三、四、五 五项的控罪 为何神要逐个逐个数出来 让哈巴谷先知看到 因为神很想先知知道 其实我是很清楚 巴比伦人的邪恶和空残 现在不是我看不到 是我要帮你看见 即将要发生什么事 正如犹大将会因为 他自己的不宜而灭亡 巴比伦同样也会因为 他们的空残而被倾覆 等于当你 看着眼前这五个罪状的时候 不知你会不会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暴力来抢掠杀人 揽得他人的财物 将强暴所得利的 用来装大自己的权势 用奴隶的血汗 来建造自己的花园城市 有逼老获回来的人口 进行淫荡的勾当 敬拜偶像 以虚无的像 取代了真实的神 你在哪里见过一种这样的情况 其实放眼世界 古今中外 比比皆是 巴比伦之后有波斯 波斯之后有希腊 希腊之后又有罗马 所以在巴比伦 在圣经当中 就是一个代号 它是一个 symbol 它是一个 nickname 代表着世界上 所有跟随着巴比伦 脚中而行的国家 民族 权势 帝国 即使来到近代也好 即使来到今时今日也好 神的控诉依然是一样的 每一个不拳不拟的国家 民族 帝国 政权 都有一个指定的审讯日期 以及一系列很清晰的罪状 神说 我的审判快要实言 决不逃言 虽然好像迟迟都未来到 但是你尽管内心等候 因为祂一定会来 绝不耽誤 当你在这个等候的日子当中 觉得很难受 对神有很多的投诉 你不断要问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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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你记得我这样允许过你 二人保守自己 是靠每日选择去相信 我不会改变的 我仍然是公义 圣洁 我仍然是满有权柄和能力 耶和华依然是良善 信实 慈爱 充满着恩典和怜悯 我不会忘记我的子民 我不会撇弃他们 我不会背信弃义 二人每一日的生活 在每一个的场景 经历每一个的事情 做每一个的选择里面 都仍然选择 信靠我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the faithfulness 二人必定会因为他们坚持相信 而得以保存生命 来到第二章的最后 神结束这个异象 第二章第二十节 神说 就让巴比伦人继续拜他们的假神 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全地当在他面前宿静 But the Lord is in His holy temple Let all the earth keep silence before Him 或者说 Let all the earth be still before Him 在一个充满着不义和邪恶的世界当中 就让二人来到圣殿当中 让他缩静在神的临在里面 哈巴谷 你可以停止你的投诉吗 如果你肯安静在我面前的时候 你就会测验我是耶和华 我并没有改变我所说的说话 永远不会落空 当哈巴谷缩静在神的殿里面的时候 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一份平静安稳的心 开始在他里面衍生出来 取代了那一伙焦急忧虑的心 第三章记载了哈巴谷的讨告和赞美 哈巴谷先知的讨告 哈巴谷眼前所面对的艰难 虽然未得到任何解脱 犹大国仍然是充满着强暴 充满着不移 而且巴比伦一直在兴起 他们已经在虎视眈眈 随时都会徽君南下 好像沙漠的旋风那样直卷耶路撒冷 正如耶利米先知所如 犹大国将会痛失一切 无论是收成、粮食、儿女、生畜、葡萄园、城墙 就算圣殿也好 都会被毁灭 但是神话 无论多绝望也好 痛苦的日子多难过也好 巴比伦和犹大一样 终归都一定会受到他们当得的审判 在圣殿的宿静当中 哈巴谷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他只有两个懇求 他说 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声音 惧怕你的作为 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 在这些年间彰显 復兴些什么 復兴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作为 彰显些什么 彰显神的公义 彰显祂的能力 彰显祂的审判 彰显祂的荣耀 第二个的懇求就是 当你发露的时候 以怜悯为怀 in wrath, remember mercy 当耶和华 你彰显公义的时候 你纪念你和我们的先祖阿伯拉罕立过的约 在你的愤怒当中 不要灭绝我们 求你不要忘记向我们施恩怜悯 这个就是先知的心 先知是站在人和神中间 他站在圣结的神的一边 求神的公义和审判快快来到 但是他又站在不结的人的一边 求神施恩怜悯 当先知做完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之后 他仿佛就放下了一个 他已经背负了很久的一个包袱 哈巴菊带着一份很单纯的信心 放声来赞赞耶和华 他仿佛好像见到耶和华 好像战士那样乘着战车 来为以色列人争战 他说耶和华 你骑上你的马 乘驾得胜的战车 你的公衔路 你的战上沿 你列开大地为江河 朱山见到你而战斗 中水暴流而过 深渊发声 举手羔羊 江河和山岭 湖博和深渊 见到万军之耶和华的作为的时候 他们都会被搞动 他们都会战斗害怕 日月停在本位 你的战发射如光 你的茅闪力揮耀 哈巴菊益述当日 以色列人进军加南地的时候 神曾经叫日月停在本位 足足一整天的时间 让以色列人可以紧紧进逼阿摩尼人 将敌人全军来消灭 你激奋潜踏全地 你怀怒打碎列国 你出来救拔你的子民 拯救你所高立的王 你乘马辞逞海上 大水空涌翻腾 还记得当日 鸿海分开的时候 耶和华驾遇海水 使埃及人的战车全军覆没 我一听见 就全身发抖 因这声音 我的嘴唇争战 腐烂侵蝕我的骨 我在暂立之地战经 Imagine 这一位神 今天要来审判犹大的话 是一件可怕、恐怖的事 然而 我静候灾难之日 犯境之闻上来 Yet 这个Yet真的很重要 Yet I will quietly wait for the day of trouble to come upon people who invade us 如果神你告诉我 这个就是神对犹大审判的话 so be it 既然你允许了的话 巴比伦人始终都会因为 他们的邪恶和空残 而被轻覆的话 就让我带着一份平静安稳 来等候他们来 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至十九节 就是先知豁出去 他全然将他自己 将犹太民族交托在神的手里面 无花果树 种不发芽 葡萄树种不结果 橄榄树无所出 田里没有收成 圈内的羊被剪除 棚里也没有牛也好 来到巴比伦的军队 兵临城下那一日 他们摧毁一切 巴比伦人将会奪去 我们所熟悉的一切 我们再没有国家 再没有城池 再没有圣殿 再没有圣殿 再没有我们信仰的传统 再没有我们所熟悉的文化 和生活方式 即使要被放逐到天涯海角 成为无根无国籍的人民也好 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 以救我的神为乐 即使来到一个一无所有的境地 我心里面仍然知道 我拥有最宝贵的 是巴比伦人没有办法奪去的 就是耶和华神自己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以救我的神为乐 向巴比伦的河畔 我仍然要放声高唱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即使眼前的困苦艰难有多大 我仍然相信耶和华是我力量的全员 靠着祂 我不单止会survive到巴比伦 耶和华必定会使我的脚快如武鹿的蹄 在高地上行走 我相信即使来到最凶险的境况也好 神仍然会使我随行在高处 武鹿的题 其实在希伯来文不是说鹿 是说野山羊 Ibex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野山羊是怎样行在高处 未见过 你真是见识一下 你想象 在我后面有一个好像二十层三十层楼 那么高的水坝 这个水坝是一块一块石地踏上去 水坝的墙身几乎是一个垂直的峭壁 有一对的山羊Ibex 妈妈带着她的宝宝 就由水坝下面的山谷打侧身 靠着水坝一步一步踏着石和石之间 有少少可能一串半串突出的地方 山羊妈妈就带着这一只小山羊 由谷底一级一级这样慢慢爬上个峭壁 就由山谷爬到上去水坝的顶部 几十层楼那么高 她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 找到维生所需要的矿物 然后又由水坝最顶的地方 沿着那个几乎是垂直的峭壁 一步一步轻盈地 敏捷地爬到山谷下面 哈巴谷看着抗野的山羊 她就想起耶和华 好像山羊妈妈那样 带着她一步一步爬上这个峭壁 让她可以均衡在高处 第三章第十九节最后有个Footnote 上面写着 教师班长让师圆的乐器来搬走 这一首原来是一首诗歌献给上帝 敬拜就是当先知身处在最艰难 最无助的时候 给出一个最有力的回应 所以来到圆的时候 我想给四个Summary 来到总括哈巴谷的内容 第一 神容许我们问为什么 当邪恶和不义 仿佛完全不受制 疑人被恶人所包围 为公理颠倒 律法瘫痪的时候 It's okay to ask why 就好像先知 亦都曾经多次问神为什么 只但神当然 没有一个义务去解答我们一切的问题 第二 神却往往会指示我们 会教我们的How 当公义仿佛迟迟都未见彰显 神的拯救仿佛是遥遥无奇的时候 二人要保守自己 是靠相信神仍然没有改变 神不会忘记祂的子民 祂不会撇下他们 神是不会背信弃义的 因此二人必定会因为他们坚持相信 而得以保存圣明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his faithfulness 第三 当我们想不开 想放弃 甚至来到求救都没有气力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邀请就是 你来 你回来圣殿里面 你试试宿静在我的临在当中 安静 Be still 你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不会改变 我的拯救永远不会落空 最后 二人的等候不是消极的 二人的等候是充满着盼望和能力 即使 无花果树不发芽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无所出 田女无收成圈内的羊被剪除 棚女无牛也好 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 以救我的神为乐 耶和华是我唯一所需要的答案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轻巧如山羊的蹄 令我行走于 懸崖潮壁之间 丁姐妹你有没有试过 好像哈巴谷那样经历艰难 你有没有经历过先知所经历的狂暴 二人被恶人所包围 公理颠倒律法癱瘓的情况 你有没有试过 坐在巴比伦的河畔 望着遥远的家乡 脑里面一片空白 仿佛你已经失去一切 不知何处为家 倘若你能够体会这种感受的话 我很想用先知的说话来鼓励你 你并非一无所有 即使来到巴比伦的河畔 都没有人可以奪去你拥有最宝贵的那样东西 就是耶和华神自己 所以大兄姐妹 不如我们同心来祷告 神啊帮助我们 今早再一次被你的圣灵所充满 被你的能力所充满 被你的盼望所充满 帮助我们在巴比伦的河畔 仍然能唱出一首又一首 信靠你的诗歌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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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